兵州看守首长曹管友三天前出席活动时 宣称西蒙执政槟城的过去15年内 不曾拆除州内任何一所神庙或者新都庙 不过兵州民政党主席胡洞强 今天就跳出来狠狠打脸对方 版出多篇报道 证明行动党是实实在在的拆庙专家 胡洞强说火箭在八年内就拆了州内的四所庙宇 借此劝请对方做错就得认错 别自欺欺人 六州选举开打在即 拆庙风波再次沦为朝野过招的议题 曹管友三天前才声称 西蒙宾州政府过去三届都不曾拆庙 不过肃敌民政党很快就搬出成年往事 驳斥了对方的言论 胡洞强今天召开记者会 不仅对不曾拆庙论感到无比愤怒 还举出四宗例子 证明行动党是不折不扣的拆庙专家 像是08年火箭领导的槟城 州政府拆除了丹荣武雅海滨的一所新都庙 隔年再拆掉甘榜新巴福的瓷金山大伯公庙 来到2015年 丹荣武雅的珍珠山半山大伯公庙也遭殃 珍珠山山顶的大伯公庙 则是在隔年宜为平地 胡洞强控诉 这些庙宇都没有对交通或人民带来不便 却被行动党州政府毫无理由拆除 他也在记者会上 列举火箭在击打河雪州拆庙的其他例子 认为曹关友应该敢作敢当 既然拆了庙就应该大方承认并道歉 承诺宾州子民绝不宠犯 而不是大言不惭 睁眼说瞎话 民政党也奉劝曹关友 才刚刚获得宾州华社力挺保住连任首长的机会 就应该当一个诚恳诚实且有担当的首席部长 别再自欺欺人 因为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希望能够阻开